这是我时隔五年 再次踏上这片充满爱和希望的土地 启程前夕 我收到多封巴西各界友好人士的来信 信中洋溢着巴西人民对中巴友谊的真事 和对深化两国友好的期盼 令我深受感动 刚才我同卢拉总统举行了亲切友好 富有成果的会谈 我们共同回顾中巴关系五十年发展历程 一致认为 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日益彰显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影响 成为发展中大国 携手共进团结合作的典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